上海乐队学院的这个理念是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 虞龙先生在2011年的时候提议的 中国的职业乐团已经有将近60多家了 但是我们急需的国内急需有大量骨干的年轻的演奏员 来支撑音乐事业的发展 那在2013年时 2013年开始了我们全球的招式工作当中 我们还有很多来自于亚洲其他地区 以及是欧洲的学生 所以说当时报名的热度是非常高的 那有很多我们的报名的学生 在他们心里面他们其实有个疑问 我们已经有音乐学院了 为什么还有一个乐队学院 它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乐队学院它的方向性是特别明确的 它让所有的学生主要是 focus在乐队重奏合奏的大家庭训练的这个方式里面 所以它的针对性是非常不一样的 2014年开始到2016年第一届毕业生 我们目前的就业率 这些在职业乐团就业率 已经达到了100% 2018年的赏在就读期间 已经考入职业教育小名团的有五人 找到了2014年 我最近在智山上早就业了 我说您的费会哦 他是永远老师 或者走到